本集影片将针对初次来明古屋旅行的新手提供最重要的旅游懒人包 从交通方式、旅游路线及必玩景点的角度出发 让你对明古屋旅行有最快速的理解 从明古屋中部国际机场到市区的交通 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机场列车 机场列车的类型可分为两种 差别就是一块、一慢 较快的高速列车、缪斯盖 票价为日币1250元 停靠站数较少 踩对号座位置 历时28分钟即可从机场搭到市区 而较慢的一般明铁列车 则停靠站数较多 踩自由搭乘至 票价为日币890元 大约45分钟的车程 也可抵达明古屋市中心的明铁明古屋站 实际购票及搭乘方式 可点击明古屋播放清单查看 从机场来到明铁明古屋站后 我们就来到明古屋的市中心 即可轻松转成明古屋市区的各项公共交通工具 明古屋的地铁路线发达 在市区运行的六条主线 再加上其他特色支线 几乎就能抵达明古屋的所有闭丸景点 是在明古屋旅行最推荐的移动方式 明古屋的闭丸景点 以明古屋车站位基准 分布在市中心的各个区域 位在明古屋市中区 人气最高的闭丸景点 就属雄伟的明古屋城 曾于二战期间被摧毁 站后按原貌重建的明古屋城 共有七层 每层楼都设成特色展厅 讲述着古城从古至今的历史故事 顺着楼层往上 位在顶楼的展望市 可用当时城堡主人的视角 俯瞰整个明古屋市 另一个也位于明古屋市中区的景点 就落在热闹的商业区 熔亭的正中央 明古屋电视塔 是日本第一座共用电波塔 从1950年代就助力于此 顶楼也附设了一个高100米的观景台 是明古屋市区著名的地标 而位于电视塔旁边 有一座外形酷似 宇宙飞船的特色建筑 绿洲21 也是来到熔挺推荐一并参观的地方 绿洲21集结购物 美食 及巴士车站为一体 顶楼还设置了一处玻璃走道 是拍摄明古屋电视塔最优越的位置 从中区往下 另一个明古屋必玩景点 则是坐落在大虚区的大虚观音 于17世纪千桥于此的大虚观音庙 是明古屋市最为重要的寺庙之一 大虚区的命名 更是来源于此寺庙 可说是见证明古屋发展的重要景点 红色的柱子搭配寺庙前白色的大旗 让寺庙看起来更为庄严 寺庙旁边 以大虚观音庙为入口 一直往东延伸至万松寺 这一大块的街道商圈 正是有名的大虚商店街 跨越多条街道的拱廊市走道商圈 共设有超过1200家商店 是从美食、美妆到日用品 都应有尽有的购物特区 随着脚步继续往南 另一个明古屋必玩景点 就是位在热田区的热田神社 热田神社的位置坐落在 明古屋城市里的一大片森林 神宫之所以有名 是因为相传在神社内 供奉着日本三大神器之一的草剔建 虽然只是个美丽的传说 但在繁忙的城市中旅行 难得有机会被大片的树木围绕 趁着在这里散步 参拜的同时 也享受一下午的芬多金之旅 从市中心更往南走 我们随着铁路来到明古屋的港区 这里更是集结了明古屋 三大重要的闭玩景点 慈福铁道馆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 室内展览空间十分宽广 馆内展出了大量日本铁道发展史上的重要列车 从复古车头到现代车厢 透过实际的展出及近距离的互动 让游客了解铁道发展史的过去与现在 是铁道迷们必须到访的景点 位于慈福铁道馆旁边的明古屋乐高乐园 则是最受小朋友们欢迎的闭玩景点 可爱刺激的游乐设施 以及用乐高积木拼建而成的 日本十大重要地标时景 已经可以让小朋友们玩上一整个上午 是最适合亲子一同前往的乐园 同样也位于港区的第三个景点 就是在不远处的明古屋港水族馆 水族馆占地庞大 馆区可分为四大部分 水族馆奔馆 对面的南极探测船 旁边的海洋博物馆 以及顶楼的展望室 水族馆内部的参观项目众多 馆内还配置了一个大型的水上表演场 定时上演各类的鲸豚表演 对面的南极探测船 则是在骑满退役后停靠鱼刺 进而改为博物馆 全船开放游客参观 让我们一窥当年研究人员们 在南极的实际探险 旁边的海洋博物馆则互动性高 是适合小朋友们理解海洋知识的大学堂 而来到顶楼的展望室 则可以瞭望明古屋港边的风景 最后一个名古屋式的碧丸景点 就属坐落在长久首饰的吉普利乐园 于2022年11月开幕的吉普利乐园 是一处隐身在森林间的秘境 吉普利乐园并没有设置游乐设施 而是选择在森林中寻找适合的地点 将电影里的场景还原 让游客在林里漫步时 逐渐发现其中的惊喜 是影迷们不能错过的热门景点 想了解各大景点的交通方式及攻略 可点击荧幕上的推荐影片 明古屋因为地理位置优越 是通往各大中部地区城市的重要枢纽 若旅游路线除了明古屋市之外 还打算在金泽、高山、夏旅、松本等地区旅行 则推荐购买由明古屋铁道所推出的 升龙道巴士周游券 此票券可以让你在购票期间 自由搭乘指定范围内的高速巴士 省下一大笔的交通费用 升龙道巴士周游券共分成三类 游客可根据想要前往的地区 选择最适合的版本 但说起明古屋的近郊必玩景点 就不得不推荐可以一日往返的合掌村 合掌村是位于 岐富县白川乡与富山县五个山 之间的山区村落 因为地理未知的关系 目前没有铁路相连 只能仰赖巴士抵达 因此想前往合掌村旅行的旅客 就非常推荐利用巴士周游券前往 屋顶造型酷似双手和时而闻名的合掌村 是一处宁静文雅的乡村部落 于1995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合掌村 四季都各有不同的景色 与百间的合掌房屋保存良好 更开放游客入内实际参观 通过身丽其境 让游客体验合掌村居民的生活面貌 位于合掌村北侧的山头上 还有一个瞭望台 可以从高处眺望整个山谷间村落的样子 在明谷屋市旅游期间 也有两处推荐旅客们入住饭店的热门地区 第一处推荐地点就是明谷屋车站附近 由于位在明谷屋的交通枢纽 是前往各大地区都非常方便的地方 入住于此 可大大减少转车搭乘的路线 另一个建议入住的地方 则是位于明谷屋市最繁荣的商业区 荣亭 四周百货林立 购物及美食的选择众多 想要购物吃美食的你 住在这里铁定没错 想看更详细的明谷屋自由行攻略 点击荧幕上的明谷屋播放清单 其他的旅游票券与行程 可查看下方文字栏